本年投把士 好我們來看今天的作業 今天的作業 第一段講的是托巴斯的興起 那麼托巴士在托巴入關的時候 分成為三部 而這三部派誰誰誰來統領 那麼這個時候 北方的漢人魏超跟他的兒子魏雄 以及童俊的一個叫做雞蛋的 那麼到托巴士邊去 投奔托巴士 然後就勸雖依托依爐招納禁人 依托很高興 所以就很多事情就請他幫忙 很多事情就請他處理 這個時候禁人來付的 來投歸托巴士的也就越來越多 胡三省的注釋裡面講到 始言托巴士一強 這個時候禁朝的大臣忠士 已經開始鬧內訌了 但是天下還沒有大的動亂 可是魏朝雞蛋他們為什麼就去華如 就疑是這麼的早 中國之人可謂兵民意 漢言官房之境 具有亡命者之初塞爾 漢代的時候 長城不只是抵禦胡人 不只是禁絕胡人的南下木馬 長城還有一個作用 這個作用就是 不准漢人隨意出關 南兇奴胡亂寫 翔漢 漢朝很高興 就跟他和親 其中有一位好美麗的女子就嫁到南兇奴去 這個美麗的女子是誰呢 是誰 王昭君 王昭君 所以王昭君非常的漂亮 王昭君一出現 光明漢宮 這個漢朝的功勞就 宮廷就突然亮了起來 王昭君走幾步回顧一下 走幾步看一眼 其他人都嚇呆了 為什麼嚇呆 怎麼有這麼漂亮的人 這個是王昭君 王昭君和親 當然南兇奴就很高興 南兇奴的人就跟漢朝濟說 這樣子 你們的邊坊我包了 你們的邊坊就全部交給我了 漢昭君很高興 我們的邊坊交給你 我們就可以節省很多的金錢 這個時候有一個地方的長官 就寫了一封上書給朝廷 說絕對不可以 那麼絕對不可以的理由 譬如說 這一個長城是花很長的時間修築起來的 如果我們不在這邊維持他 如果我們不在這邊使用他 過了不久他就開始請他了 就開始壞掉了 將來要重修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很多的人想要跑到匈奴那邊去 我們一定要把他攔住 那所以胡三星在這邊就講 漢顏官房之警 那麼就是怕一些有罪的人呢 他們跑到塞外地方投奔遊牧民族 那麼 所以如果不是說有一個刑法後面 在後面禁止他們不准他們去 這些人為什麼會離開自己熟悉的家鄉 而跑到一個生活環境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去呢 這個必然是有一個原因的嘛 從這裡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當時的晉朝確實出現了一些問題 好 那我們看這段文字表示 陀伯是一牆其中最關緊要的 那你覺得這個陀伯是強大起來 最關緊要的 是這一段文字中的哪幾個字 A 陀伯路官分齊國為三部 B 一如善用兵 C C即匈奴勿還阻部 接迫之 C 待人未操與其從子 雄即童俊 雞蛋 往一拖拔式 D 禁人負責燒縱 你覺得是哪一個 C C 你覺得是哪一個 C C還是D D C C 你也是覺得是C嗎 D 你看 C跟D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那C跟D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你看 因為我們現在問的問題是托拔式一強 托拔式強大 托拔式強大 是幾個人跑去衣服 所以托拔式就強大了嗎 是這樣嗎 不是 是怎麼樣 是這幾個人去了之後其他人跟著去了 他人多了 他人能夠提供的意見 能夠提供的幫助 能夠提供的各種方面的東西多了 所以托拔式強大強 所以我覺得D跟C看起來非常的像 但是C只是一個開始 D是促成了托拔式強大的重要的原因 第三題 胡三行說 中國的人你要好好的緊張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他自己做怎樣的解釋 其實胡三行是讀到了這裡的時候 就想到了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就是有一些漢人 他離開了自己熟悉的家鄉 離開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 跑去一個跟自己平常生活很不一樣的地方 他是為了什麼 他為什麼要跑去 為什麼要弃絕自己的家鄉 跑到一個陌生的一邦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朝政太亂 他已經看出來我住在這裡的話 這個將來就會有大的動亂 將來這就不是一個適合安居的地方 我要早一點盤算 我要早一點行動 所以我就先走了 那麼這個是胡三行他自己就覺得 我看到讀到這一段 我心裡就覺得 我覺得心裡面是很受到一種的刺激 那麼後面他也做了一個解釋 下面這一段 下面這一段 是 感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